主持人展望港股後市,由於美國國際收益率回落,香港的南籌股在昨晚美國ADR 市場表現良好, 但由於預期投資者在星期三的聯儲局議席會議之前都會偏向觀望,恒生指數預期都會繼續在五十天線上反覆,在二九一六二左緊。 而另一方面,A股市場的走勢以及港股通資金流入的情況都比較反覆,這方面都是投資者關注的地方。 港股通,星期一正流出了四十七億元,其中美團和騰訊都是錄得最多的拋售。 而騰訊在昨天收市就輕微低於一百天平均線六百二十九元的支持位,它的股價可否重返這個主要支持位之上就是我們短期關注的地方。 而石藥公佈了二零二零年第四季度業績,淨利潤是明顯比市場預期好,不過它的收入在第四季度就放緩了,而且也是低於市場預期。 在這個純利強勁表現主要就是由於銷售費用降低以及投資收益大動,因此我們預期它的股價上漲空間比較有限。 今天個股推介會說回均輪能源135,隨著公共活動復甦以及強勁的暖氣需求,我們預期均輪能源去年下半年的零售燃氣銷售量將會環比加速,按年增長就超過兩成。 今年消費量的增長在經濟重啟的預期下將會維持強勁。國際油價以及LNG價格反彈都有助公司利潤率提升。 均輪能源早前宣布出售北京管道以及大連LNG權益給國家管網,價值409億元人民幣。 預期銷售之後,公司可以集中在它的核心天然氣中端銷銷售業務,在觸發價值重估。 另外,銷售中的金額也有一半會用來派發特別息,這方面的消息就會在3月23日公佈業的時,就會有更多的細節出來。 我們比的目標價是9.4,只是價7元。 本人陳樂儀是證監會持盤人士,從事受規管活動, 隸屬海基證券集團。有關牌照詳情,請參與以下連結。 https//www.ffc.hk//publiceregweb//indi//bnj943//details 其及或其有聯繫者並沒有擁有上述建議互分發行人的財務權益。 以上資料是由海基證券亞洲有限公司提供,指攻參考及內部使用。 有關資料是根據或源自海基相信為可靠的資料來源,但對資料的準確性或可靠性, 海基不作任何陳述或保證。以上資料或有關人士發表的意見並不構成, 及不應該被視為買賣任何證券或投資邀約或邀約招來或懇求。 海基及其高級人員、僱員、代理人及聯屬公司可能在以上提及的證券或投資擁有利益, 但對於你因使用或依賴以上資料而遭受的損失或後果,該不負責。 以上資料而言。